嗨,我是插嘴边,浪浪救援队,记录荷兰最大浪浪收容所里的点点滴滴,里面收留了流浪猫,流浪兔,还有唯利是图的非法养殖长,刚生下来的小狗狗,工作人员们以最专业的知识,跟无条件的爱,照顾这些被抛弃,受创伤,甚至二次被推货的浪浪们,导演强调,猫狗是人的好伙伴,猫拳狗拳更象征一个国家的射精程度,看完记录片后,他嘴边觉得荷兰的浪浪已经超级幸福,但导演继� 人跟浪浪之间的爱到底是什么,当收容所的员工说,为什么安诺还在这里,他的悲惨故事不是早该在脸书上,早点让人挑走了吗?